将于六月底推出睽闻五年的全新专辑 严陈旭特立在拍戏空档抽出时间赴电台宣传 由于新戏专辑两头忙 让严陈旭不仅睡眠时间变少 压力也变大 因此近来靠食补与新鲜果汁保养身体 最近状况说真的还蛮糟的 因为像拍戏睡眠天真的太少 最近其实面临到我没有办法上妆的问题 因为就是不吃妆 我以前都没有这样的经验 但是这一阵子开始有 所以我自己其实压力也很 就是蛮大 目前与A拉合作偶像剧就像赖着你 以往准备成难搞的严陈旭 也被A拉可爱的个性融化 不仅大方表示有她这个开心果 在片场时的紧绷心情就会放松不少 更对A拉的工作态度战育有加 会在旁边然后让大家很开心或干嘛 然后我都觉得 我觉得艺人应该是这样吧 就是不管自己辛苦不累不累 或者压力大不大 可是其实还是要让所有跟你工作的人都要感到愉快 我觉得这才是艺人应该要去照顾到的 而日前有周刊爆料 严陈旭在与林志玲交往期间 称金元林志玲还家中债务 不仅每年给数百万元新台币 甚至还送过百万名车 对外界传言 严陈旭加以驳斥 只需乌有的传言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回应 因为大家都知道志玲是一个很nice的人嘛 我真的不希望这些留言去伤害到他或他的家人 因为这样子会让我更难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